我們來禱告 親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天父我們謝謝你 主啊在這個美好的早晨 在這個美好的主日 我們再一次來到你敬拜你 天父謝謝你 我們歡迎你的聖靈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歡迎你的聖靈 今天早上來觸摸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主啊讓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每一次來到你面前敬拜你 每一次來到你面前親近你的時候 主啊你的聖靈就大大地來觸摸我們 主啊你的愛就大大地來交換我們 充滿我們 主啊我們要說 主啊我們每一天都要經歷你 主啊我們每一天都要經歷你的神蹟 主啊我們每一天都要經歷你在我們 生命中的奇妙的作為 主啊好叫我們真知道你是我們的神 好叫我們真知道 主啊你是那永活的真神 主啊我們可以真實的經歷到你 主啊你的聖靈就大大地充滿彰顯 在我們的永福彰化教會當中 大大充滿彰顯在彰化的地區 大大充滿彰顯在台灣全地 主啊你要興起這個世代的每一個基督徒 興起這個世代的每一個青少年 主啊來這個世代的青少年 讓這個世代要被完全的被基督徒所翻轉 完全的被這世代的青少年所翻轉 主啊謝謝你 主我們邀請你的聖靈就來到我們當中 大大地來充滿我們 主啊我們也把今天的十四位牧師的講道 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來摁到他的口 主啊你來高摩他的口子 口裡所說出來的話語就是從你而來的話語 主啊來觸摸每一個人的心 主啊我們的心就被你的話語觸摸 主啊我們禮受你的話語 我們就生命就翻轉就改變就行出來 成為你大人的勇士 謝謝你讚美我們把今天的禮拜交在你的手中 願意掌權掌王權居首會在我們當中 與我們同在 我們當然感謝祷告共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我們起來讀最大的簽密 你要盡心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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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設一個比喻 是要人常常灰心不可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對不起 重來好了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節 耶穌設一個比喻 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說某城裡有一個官 我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裡有個寡婦 常到他那裡說 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生冤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 我雖不懼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這寡婦煩惱我 我就給他生冤法 免得他常來纏謀我 主說你們聽這不義之關 所說的話 神的選民奏業呼籲他 他縱然為他們忍得多時 豈不終究給他們生冤嗎 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的給他們生冤的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遇得見世上有幸得嗎 接下來我們邀請 石蘇英牧師來跟我們分享 不助的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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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